心意潛裡面 他的喉形 喉形有分外裝跟內裝 內外的 內外的內外 他外裝 他就是練這種回力整進 喉形 那內裝啊 他就是練我們的心意 跟我們的這個暗靜 所以當我們 身體裡面有暗靜 然後又有放鬆的力量 所以我們的身體後面 督脈的氣上來 熱脈的氣下沉 前面放鬆 我們的氣流通了以後 我們的眼睛他會有一點點 這樣集中出去的一個 專注的一個心神 練你的心神沉澱你的心 心力跟你的氣力 所以這個叫做喉盾眼 喉盾眼到了以後 他的第二個動作是喉攀疼 喉攀疼 就是把我們的暗靜 把我們的暗靜跟我們的氣 連結在一起 慢慢慢慢拉伸 所以當我們拉伸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裡面的氣力 的內靜 靜跟氣 連接到我們的手 所以我們身體有這種伸展的力量 然後再來就是喉栽桃 喉栽桃我們的力量就是傳到我們的手掌 所以我們這個過程 從喉栽桃眼 所以你的暗靜到了 內靜到了 氣沉澱了以後 你的精神他就會很收斂 不但是收斂你的內靜 也收斂你的氣 也收斂你的心神 所以我們的心意相合 這個就是練我們的心意相合 沉澱我們的力量 再來我們就慢慢慢慢把身體裡面的 靜跟氣 延伸出來 所以他這裡就會變成 好像說這個喉栽 兩手拉著一個東西叫做喉栽桃 喉栽桃到了以後 力量再延伸 身體裡面的內靜再生產出來 就有一個喉栽桃 那這個動作 他練起來他就這樣 放鬆 喉栽桃眼 慢慢延伸 再延伸 放鬆沉澱 慢慢增長 再 增長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裝型 他就有這種內靜的 增長 慢慢找痕跡 所以我們在練 我們在練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要出去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要用力我要出拳 這個時候他就不會是 比如說你要用力的話 你的身體會晃 這個就是在解決 提升你的功力 所以你會進 你的氣力到了以後 你的身體不是這種 用肌肉去發動 用肌肉去發動 所以我們練心意裡面的陳練 來去收斂我們的進氣 那更 讓你的進氣更精準 這個就是喉形內裝 這個就是喉形內裝 力量給我 所以我的手不搭他 我們是靠這個 身體裡面轉動的力量 把這個的力量 抵消掉 所以你 力量再來 所以我不搭你的手 我是用我的這個勁 力量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力量把它化掉 我們再運用這種旋轉的力量 我們的化劑會化得更簡單 那如果再快一點點 像這個手 比如說我的這個手這樣 所以我們的這個吊掌 這個吊掌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 所以這個手 這個手的運進 要怎麼樣 運到這裡 所以當我們這樣 放鬆的手 這個手就好像轉一圈 那所以你要讓你 讓你這個形狀 這個瞪眼 瞪眼的力量就是說 我的力量走到頭點 這樣 所以瞪眼傳到這裡 那像我們在 喉連結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往前 我要往前這樣去 你自己會有反彈的力量 因為這個狀態它就不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 往前的時候 EI要往前的時候 它有這一段的動作 然後摘桃 就是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 它練你的進路 所以放鬆以後 瞪眼 攀騰 那伸展到這裡 最後 再一把放出去 所以我們的發放 就是這個 手掌的發放而已 它沒有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再 靠這個身形 你會發現這個 形狀就是這樣 那像在外裝裡面 我們練這個 這個猴頸 這個猴頸到這裡 它有一個縮棒 它就縮到這裡 然後放出去 所以我們在站裝裡面 你要練到這種 第一個 你的心氣可以沈澱下來 你的勁跟氣可以收斂進來 好 收斂進來就可以運勁 那像 再來 比如說 來 如果我們在 手的動作 我們在 插這種手 我們隨便做 隨便做 像這個手 如果我的手 是用肌肉的力量 因為我的力量比它還要小 那所以你看 我們的 猴頓眼 跟攀騰 你的力量滿 所以我的手 就連帶我的身體 所以我只要 腰 身體移動 它的力量 就 轉換出去 所以 這樣去 正我們在這裡 猴頸到最後是 把身體的力 氣力這樣伸展出去 所以你練這個 練這個伸展 你要生產之前 你要能夠連連接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運勁 那這個在運勁 你看喔 就是 這種過程 然後放縱 這種過程 所以我們在 如果這個過程都有 不會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現在我的手 根本就沒有 因為我的手 沒有跟我的身體 連接起來 因為我的手 我的身體的力量 不會到我的層 所以如果 我在這裡 其實我已經 我已經連接好了 所以這樣是不是 就是放鬆 我也可以講 這樣是放鬆出去 所以放鬆 怎麼樣放鬆出去 攀騰 摘騰 沒有出去 所以當我們這樣 一搭 所以他 你會覺得他 不要用力啊 我的手 我的手是這樣 其實我的手 是連到我的身體 所以我攀 那我這樣有連結 如果當他的力量盤 我就是送出去了 那如果沒有連結 那就這樣 所以我要 這樣我的力量 就沒有辦法跟他抵擦 好 這樣我的力量 好像是 我搭 那就是 有用力量 有用力量 猴血,重點是你的身形 這個內徑的轉動啊 它就這樣把它的力量化掉,轉折掉 所以我們在運用上 在接徑上 接的 接這個它來的力量 第一個 你要快速的找到劣勢 這個裝一個鬆承序 快一點過來 這個 它這個沒有 多餘的動作 頭頸的手 隨便說 所以我就是 比如說這樣瞪眼 這樣攤好 這樣摘出去 所以你就會很用力 那我只要守住這個身形 把這個勁硬進去 好 那如果再加上 手法上的話 所以你看喔 我們這個手 我們在喉形 在喉形它沒有殘尸鏡 但是它卻有旋轉的力量 比如說你的手 你的力量給我 我這樣力量過來 所以我們的力量過來就會傳到這個手 他的力量 就會被自己的力量 我們這樣守住的時候 他的力量就會被他自己的力量 把它 截斷掉 我只要守住這個的力量 所以你要把這個勁啊 因為你的熟悉以後 好像這個 喉形 它就這樣 那這個喉形 它的旋轉力 它的旋轉力其實很強 好來 比如說 你推的時候 你搭的時候 我就是順著這個 好來 你的力量 它就是這個旋轉的力量 它不是殘尸鏡 但是卻有很集中的旋轉的力量 drastically 小姐